過去半年以來,我們花很多時間了解《路加福音》裡面的信息 《路加福音》是一本特別的福音書 《馬太福音》特別希望把聽眾跟猶太人的傳統連在一起 所以不斷地引證,這就是古人說的 不斷地使用猶太人的背景,猶太人的先數來證明 《馬可福音》寫得比較平衡之序 它是四本福音書當中最簡短的,所有事件的記載也都是最簡單的 我們因為這樣,所以就推論,可能其他的福音書都參考了馬可的紀錄 你知道如果有人要記載一件事,第一件事情記載的不是很多 可是其他相關的人看見這個故事就會說,那個時候我在 那個時候我還聽見了什麼,我還看見了什麼 現在第二次見證,領受這個故事的人就怎麼樣 就可以讓故事變得更完整 因為它有第一手的資料,還有補充的資料 看起來馬太參考了馬可,路加也參考了馬可 如果我們看這三本福音書裡面 很多彼此重疊的地方,我們可以擺在一起來觀看 但是路加比起馬太跟馬可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在路加裡面,耶穌不斷的介紹我是仁子耶穌 耶穌常常用仁子來描述他自己 並且路加比裡面的耶穌不太紀念他所幫助的對象 是否有信心 你記得嗎? 他遇見一個寡婦哀傷 送自己的兒子出病 他就叫那個兒子復活 不需要這個寡婦有信心 不需要那個兒子有信心 各位同學妹,有的時候我們沒有信心 我們就擔心上帝不施恩 不即便你沒有信心 上帝仍然是施恩的上帝 阿們 他看見一個外邦人 來為他的仆人求情 你記得那個百夫長來求情 對吧? 他稱讚那個百夫長 說這樣的信心在猶特人裡面都沒有 他很珍惜外邦人 他很肯定外邦人 特別肯定他們如果有信心 那是以色列人應當要學習的方向 各位同學妹 過去半年我們認識的耶穌 仁子耶穌 讓我們看見他慈悲憐憫 有天賦的心場 過去半年我們所認識的耶穌 有許多甜美的事蹟 我們特別記得他說的那個比喻 有一隻羊跑到山野裡面去 牧羊人群把他找回來 雖然遍體靈傷還是要把他救回來 有兩個小錢被丟在了桌子底下 為了找這兩個小錢出來 他怎麼樣 他把整個屋子都打掃乾淨 因為非這樣 他不能夠找到他掉落的那兩個小錢 不過就是兩個小錢而已嗎 不 對這個婦人而言 這兩個小錢的價值非凡 剛才找到了時候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因為找到一兩百塊錢 或者是五十塊錢一百塊錢 跑去跟鄰居講 你們都來同我一起高興歡喜 為什麼 因為我失去的錢找到了 你會嗎 那個婦人珍惜他的兩個小錢 各位同學妹 因為接下來是那個浪子的禮物 他邀請我們 領受天父上帝的愛 他邀請我們蒙受上帝的連續恩惠 他要促成人與神之間的和好 所以他說我要到耶路撒族去 我要在那裡受審判 我要在那裡交付我的生命 我要在那裡承擔所有世人的罪孽 各位同學妹 今天我們所看見的場景 就是他要為我們定上的十字架 耶穌被定在十字架上 是我們在這個教會年的最後一個主日 也就是今天 基督君王主日的信息 各位同學妹 你必須認識他 你必須判斷他 假若他是一個 從上帝那裡來做先知的 從上帝那裡來做我們的代表 你必須決定要不要參與他的隊友 要不要叫他成為你的中保 今天的經文是一個場景 描繪的一場 審判之後的審判 因為在不久之前 昨天一直到今天的時間 彼拉多審判了耶穌 彼拉多審判了耶穌 然後彼拉多查不出他有什麼罪 對於是把他送到西律那個地方 西律剛好到耶穌莎林來做客 西律是加利利地方分封的王 彼拉多查清楚了耶穌是加利利人 我查不出他有罪 可是你們要定他的罪對不對 沒關係 我查不出來可以問誰 可以問西律 因為耶穌是加利利人 在我手上我不認識耶穌 各位觀眾姐妹 如果你不認識 你就不能判斷 審判的意思是什麼 要觀察 然後要評價 不是嗎 彼拉多說什麼 我對他不了解 西律剛好在城裡 你們送他去西律那裡 找得到罪名 我就定他的罪 結果耶穌去到西律那裡 西律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聽說耶穌會行神經 西律很想見識一下 這位行神經的夫子 有什麼樣的大能大力 他很想聽耶穌講一篇道 很想聽耶穌說一些 跟天國有關的見證 不過當他問耶穌的時候 耶穌一句話都不答 於是七律沒有辦法把耶穌又送回了彼拉多這裡 彼拉多第二次審判耶穌 第二次審判耶穌還是得不到什麼結果 他查不出這人有什麼該死的罪 所以就被眾人說什麼 你們到底有誰要告他趕快講 如果你們都講不出來 我準備做什麼 給他兩巴掌就把他放 給他兩巴掌代表什麼 羅馬政府的威夷 你知道這個人進了衙門 都會先砰砰然後威嗚 對吧 你們如果查不出他的罪 沒有人告他 我給他兩巴掌就要放他走了 各位同學們 所以眾人仍然叫釋放巴拉巴 釋放巴拉巴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耶穌定死 寧願要這個叫巴拉巴的耶穌 也不要那個加利利的耶穌 巴拉巴跟耶穌同名 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穌巴拉巴 而耶穌的名字是耶穌約瑟 如果你是阿美族 你了解我們用的是別名的方法 前面是我們的名字 後面是父親的名字 猶太人命名的規則 和阿美族是一樣的 和我們台灣很多原住民族是一樣的 那個犯人 叫做耶穌巴拉巴 是一個判打 盜賊 被抓了 被審了 被判了 該死 耶穌被抓了 被審了 沒辦法判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彼得多查不出 加利利人耶穌有什麼樣該死的罪 可是眾人還是叫我們 我們要這一個耶穌巴拉巴 殺人的盜者 我們不要那個耶穌 那個把他定死罷 把他定死罷 眾人莫名其妙的 他們真的叫我今天下的審判嗎 不是 我的觀察 我有限的觀察 不能定他的罪 你們如果真的看見他做了什麼不對的事 趕快來告他 但是沒有人提出罪名 只有人要下的一個判斷 就是判他事實 巴拉巴 寫了手 意思 不是我定 真的要說兇手 兇手就是你們 假若他有罪 還好定死 假若他沒有罪 他是無辜的 殺這無辜人 留這無辜人之死 罪名就要歸在他們頭上 以色列很高興 這就是他們所求的 這是耶穌所遭遇所面臨的審判 而審判之後 在行刑之前 耶穌被帶到了這個地方 是一個刑場 在這個刑場上 有第二次的審判 這是全世界的審判 不是比拉多的審判 不是西律的審判 這是兩個犯人 審判耶穌 各位同姐妹 有一天你也要審判耶穌 而且我認為 今天你就必須審判 面對一個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的人 是吧 耶穌曾經說 我父在天上 我是由天降下 仍舊在天的人子 我與父原為一 到現在還是緊緊的戲演在一起 你們雖然看見我 但是你們不僅看見我 也從我看見上帝 因為我在哪裡 上帝就在哪裡 如果上帝與我永遠的不分開 現在我在這裡 上帝就在這裡 大家聽了都 恨得牙癢癢 氣得牙癢癢 想要定耶穌的罪 說這人講了褻獨的話 他怎麼可以說 他是上帝的兒子 各位同姐妹 這一個人宣稱他是上帝的兒子 有人做了這樣的邏輯分析說 耶穌 那個宣稱自己是上帝之子的耶穌 若不是傻子瘋子 就是騙子 為什麼 因為只有傻子瘋子 會說自己是上帝之子 若不是傻子 不是瘋子 他就是騙子 為什麼 因為騙子也會說自己是上帝之子 所以若不是傻了 笨了 就是心腸很黑 他若不是喪失心神 搞不清楚這個世界的真相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神棍 對吧 拿著宗教的外衣 來騙吃騙喝 拿著宗教的外衣 來欺騙我們的感情 從我們的身上得利 各位同姐妹 你必須判斷這件事 耶穌是傻子嗎 瘋子嗎 或者 耶穌是騙子嗎 今天正南沒有來 正南有一個小的網站 叫做中華神棍學院 我有三兩次跟大家在講道的時候 提到這一個網站 各位同姐妹 耶穌會不會是重要的一個人 只是張著什麼 宗教的大旗 來騙我們 一些些我們身上還有的東西 你必須做這個決定 你必須下這個判斷 因為他就站在裡面前說 我是上帝的兒子 奉派來你們這裡 做天父我的見證 邀請你們與我一同 投入天父上帝的懷抱 告訴你們你的罪已經得著赦免 已經得著恩免 你心裡面有許多的精華害怕 不敢來朝見上帝 現在把他都丟一邊吧 因為上帝愛你 堅持愛你 我們來看這個 今天這個故事的場景 在受難制的當天 在古樓地 各個他又稱為嘉略山的地方 耶穌和兩個犯人 旁邊還有兵丁百夫長 對不起 兵丁百姓跟官府 在馬太福音那邊記載 還有祭司長跟文士也在這個地方 這裡沒有記載祭司長跟文士 但是我猜他們被放在跟官府一起的地方 因為他們說的話跟官府說的話是一樣的 在這個過程當中 重要的東西有幾樣 首先他們分了他的衣服 耶穌的衣服在現場出現了 再者 有一個牌子 有一個牌子寫著 這是猶太人的王 這就是現場我們所能找到的物品 如果還要再找 就找到十字架 把這三個犯人定在十字架上的那兩根木桶 整個事件記載著 耶穌與兩個犯人 在獨楼地 各個他嘉略山 在這一個地方 受難日當天被定上了十字架 這個世界其實不那麼複雜 前面就是把耶穌定上去 有人戲弄他 後面有一個小型的審判 人家各人分別說了他們對耶穌的判 他們對耶穌的定性 他們定義耶穌是一個生命的品質 如何的人 如果你對這段經文感到興趣 你可以另外查 馬太福音27章33到44節 馬卡福音15章22到32節 或者約翰福音19章17到24節 因為耶穌背定十字架是一件太重要的事 所以四本福音書都記載了 我們可以在別的經文裡面 找到相關的紀錄 這樣我們對那個事件可以更多的了解 不過有一處是 路加福音跟另外三本福音書完全不一樣 是新增加的 是沒有出現的 就是那一場審判 在其他的福音書記載 兩個犯人 兩個犯人 績笑耶穌 而他們績笑耶穌的話 跟兵丁官府 績笑耶穌的話是一樣的 你若是基督 可以救自己吧 跟祭司長和文士所說的話是一樣的 你不是基督嗎 你現在可以怎麼樣 從十字架上跳下來 我們就信你吧 只有這一個地方 路加福音 只有路加福音 記載的有一個範圍 有不同的觀察 有不同的判斷 各位同學妹 在這個審判的現場 耶穌在中央受傷 他左右各有一個犯人 不過今天他們是法官 他們要根據他們的聽證 根據他們的觀察 根據他們的經驗 判斷耶穌是誰 在他們判斷之前 耶穌對自己有正直 耶穌在三十四節 人分他的衣服的時候 耶穌說什麼 父啊 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各位同學妹 如果你是一個神棍 你在這個時候這樣講嗎 我猜 你會說 神啊 叫他們受一點教訓 嘗一點苦頭 不要傷害 不要逼迫你的仆人 但耶穌沒有給出這樣的話 官府說 他若是基督 彬丁說 你若是君王 這個若是代表存疑 而在這個地方的口氣 都是一種挑釁 都是一種攻擊 你若是 太太偶爾也會說 你若是心理主的博士 應該知道我現在心裡在想什麼吧 對不起啊 我沒有學那種讀心書 但是你若是代表什麼 挑戰 你是吧 若是 是 修密 顯現給我看 證明給我看 指出給我看 讓我清楚 讓我明白 現在 從石架上跳下來吧 我們就信你了 你若是基督 可以救自己吧 你若是君王 可以救自己吧 官府說 他若是基督 基督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舊曰 先知 其實基督 君王都受到 但是如果我們參考 馬太福音 會注意到 官府沒有說法 說法的叫做 基督長哥不是 換句話來講 這個 在路加的進展裡面 基督長和文師 可能被劃在 跟官府是一群的 而基督長跟文師說 他若是基督 現在應該可以怎麼樣 從石架上跳下來 可以救自己 基督長跟文師 從他們自己的傳統 去把仰望 尼賽亞的來臨 仰望基督的來臨 而當基督真的來的時候 沒有人去查驗 究竟 耶穌說的是或不是 耶穌所行的 對或不對 大家只因為自己的權威 受到的挑戰 就反對他 要陷害他 要傷害他 彬丁 對宗教上的事情不敏感 不過 他們聽說 這一個人是什麼 猶太人的女王 所以彬丁戲弄他 上前拿醋給他喝 說 你若是猶太人的王 可以救自己吧 各位同姐妹 在當天 你在現場嗎 耶穌定死石架的時候 你在現場嗎 你在嗎 如果你在現場 你是官府嗎 應該不是吧 你是彬丁嗎 應該不是吧 這樣請跟我問 你是否與主 一起定在石架上 你是罪人嗎 該死的罪人嗎 當這世界面對審判的時候 你難道不在石架上嗎 各位同姐妹 人之將死 其言也善 為什麼 因為邊界的處境 走到了極端 走到了盡頭 走到了一個界線的時候 我們都會回過頭來問 我們都會回過頭來思想 這個邊界的處境 常常逼得我們 必須放下虛勢 放下偏執 放下不知 你知道 官府要調查事實 調查事實 現在不會 以前都會怎樣 都會用刑 為什麼用刑 打了半死 你就糟了 很多的人 面對自己的生命 很堅持 一直到躺在醫院的時候 他總算忍 在死囚 要即將押赴刑場之前 對吧 他終於怎麼樣 必須要面對自己這一生的 是非對錯 我們也可以想像 在戰場上 中槍的 那個已經快要掛了掛點的人 從他腦海裡面浮現出來 都是什麼 都是親情 都是對生命的眷戀 各位兄姐妹 人逼迫耶穌也是一樣 人要查耶穌到底是不是騙子 怎麼查 這就是你的末日 這就是你的時期 不要再假裝了 各位兄姐妹 假若耶穌是假裝的 現在就招了 假若耶穌是假裝的 現在就認 假若你招認了 我們會理解 我們會同情 因為 因為我們也是這樣 生活在虛謊之中 生活在面具之後 一直到 一直到 我們的生命 遇見了盡頭的事 我很喜歡給學生出一個作業 假若這是你最後一個禮拜 這個作業對他們不難 對你們也不難 各位兄姐妹 假若你只剩一個禮拜 假若你只剩一個月 假若再一年 你就要告別人間 你沒有發現嗎 你的眼睛忽然明亮了 你看得見 什麼是重要的事 什麼是有價值的事 你的眼睛忽然明亮了 你終於肯認出 哪一個人是真心的 哪一個人只是奉承 你終於醒過來了 知道 原來你這一生 做了太多錯誤的投資 把心力放在太多 其實沒有回報的事物之上 各位兄姐妹 你試試看吧 做這個練習吧 假若就剩一個月 假若就剩一個月 假若就剩一個禮拜 你的家庭生活會做 你的信仰生活會做 你會怎麼安頓你的後世 你渴望如何面對這個生命的轉變 人這樣逼迫耶穌 而我們只是自然地面對生老病死的人 各位兄姐妹 耶穌向神判他的人 只有兩句正直 第一句正直 在三十四節 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 如果你回去看經文 經文看不出來 經文看不出來 父阿赦免他們 這是在說那兩個犯人 還是在說 對不起 這是在說那兩個犯人 還是在說犯人 如果再說犯人 父阿赦免他們 他們粘就分我的衣服 他們粘就分我的衣服 真是的 太糟糕了 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曉得 在他們曉得之前 他們做了許多不對的事 不好的事 但是現在 現在 面對 生命的終點 他們必須告白 承認他們這一生 所犯的過錯 或者仍然堅持 他們是沒有罪的 他們是無辜的 一樣 耶穌也遭遇一座審判 被定罪 現在定在十架上 他所說的話 會證實 他生命的品質 他究竟是騙子瘋子 還是一個神問 或者 假如他兩樣都不是 你怎麼辦 在這場審判裡面 兩個犯人 分別對耶穌說話 記三十九節 那同定的兩個犯人 有一個 績笑他 有一個 各位同學姐妹 你是這一個嗎 也許是 但是我渴望 你是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說了什麼 等一下看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說 你不是京都嗎 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你不是基督嗎 可以救自己和我們吧 你是基督吧 求求你救救我 你是基督吧 求求你救救我 這個人 這個犯人 這個犯人 必須判斷 耶穌究竟是不是基督 因為所有的人都說 你若是 你若是 他若是 他若是 他若是基督 那到底是不是啊 各位同學姐妹 到底是或者不是呢 如果是 你該如何面對 永生上的 如果不是 不錯啊 現在我要掛點 旁邊還有一個 神棍陪著我 或者一個笨蛋 一個生病的人陪著我 讓你不太覺得 那麼孤單就是 這個人 績笑耶穌 你可以想像 他的口吻 你敢不是基督嗎 你不是基督嗎 是吧 一邊問是吧 一邊笑 笑得真理 笑得艱險 聽說人之將死 其言以善 不是嗎 但是這一個人死到臨頭 還惡性不改 各位同學姐妹 有一天你很可能要面對生命的終點 在那個時刻 你控告別人嗎 還是尋求聖明 在那個時刻 你把握最後的時機 祝福別人 安慰別人嗎 還是在那個時刻 把別人也拖下水 叫他跟你承受一樣的控制 一樣的精靈 這一個人 要求耶穌 認了吧 你根本不是上帝的兒子 認了吧 講清楚 你是傻子瘋子 還是神棍啊 大家知道 他當然認為耶穌是神棍 不過 事實解 那一個 指的是另外一個 就應聲責備他 你既是一樣受刑的 還不怕上帝嗎 我們是應該的 因我們所受的 與我們所做的相互之餐 各位同學姐妹 因為這相賺意味著 這一個犯人 承認他的過錯 並且認為他的過錯 換來這一個刑罰 是應當的 他審判自己 因為他完全了解 我的內宗沒有良善 我的雙手是誤會的 我的仙靈跟我的雙手是一樣 沾滿了泥土 也沾滿了血污 沾滿了銅湊 也沾滿了解檔民視 沾滿了暴虐 沾滿了對別人的傷害跟恢復 我們所受的 與我們所做的是相稱 他審判自己 也審判另外一個犯人 另外一個犯人不能反駁他 為什麼 這是事實 有什麼好反駁的呢 那個犯人並不說 我不該死 那個犯人只說 你可以救我 然而 這一個審判自己 審判另外一個犯人的 沒有犯過 沒有犯過耶穌 他也審判耶穌 根據他的了解 根據他的觀察 根據他的經驗 他對耶穌下了一個叛逆 第41節 下半節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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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做過一件 不好的事 你說姐妹 你相信 這個犯人的判斷嗎 如果一個人 能夠承認 大家自己是罪人 是有過犯的人 值得死的人 你相信他的判斷嗎 阿妹 我相信 因為當一個人 能夠面對自己的殘酷 面對自己的過錯 能夠承認自己的犯罪的時候 人之將死 其也也善不適 這個人 沒有做過一件好的事 各位各位姐妹 也要請你 回想 你所認識的耶穌 耶穌做過 什麼蠢事嗎 如果耶穌沒做過一件蠢事 不要把他當作傻子 耶穌曾經情緒失控 產生幻覺 甚至要殺害別人嗎 如果耶穌沒有一副 被鬼副的樣子 不要說他是瘋子 顯然耶穌不傻 耶穌也不瘋 他有一群人跟隨他 一起追尋永生之道 怎麼可能傻了笨呢 這樣 耶穌是神棍嗎 各位姐妹 我看過神棍 我真的看過 他們宣稱了一些神奇玄妙的事 傳了一些 真的聽起來好像有道理的教訓 可是到生死交官的時候 他們都會懶惰 他們都會放棄 為什麼 神棍圖謀的是利益 不是理想 神棍圖謀的是溫飽 不是永和 阿妹 即是這樣 言行他就招了 臨死他就認了 不是嗎 然而耶穌太堅了 耶穌太堅大了什麼 死到臨頭 他還堅持 我是上帝的兒子 父阿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做的 他們不理解 這一個犯人 觀察了耶穌 我不知道他跟隨耶穌 或者偷偷跟隨耶穌多久 不過 當他肯做見證 說這一個人 沒有做過一件不好的事的時候 我認為 他應該偷偷地跟隨耶穌 或者跟隨耶穌很長一段時間 並且 當他做見證的時候 義證實驗 他說 我的觀察足夠了 我的判斷是可信的 你這個人閉嘴吧 他轉過頭來對耶穌說 耶穌阿 你德國降臨的時候 他相信耶穌會帶來新的政權 他相信耶穌會帶來新的國度 各位同學妹 他的相信 要有根基 他的相信 要有信心的基礎 而他信心的基礎 莫不是來自於 他對耶穌的觀察 他對耶穌的判斷